44. 《文匯報》 廣東高校畢業生85%留月 2015年7月4日中國新聞 A13神州快信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會約將廣州報導 內地首份互聯網大學生就業流向報告近日指出 廣東的大學生畢業後85%選擇留在當地工作 顯著高於內地69%的平均水平 此外,外地大學生畢業後也喜愛附月工作 廣東吸引流入的學生人數居內地首位 數據顯示,在過去五屆大學畢業生中 畢業時更換城市已成為主流 若有59%的畢業生在就業時都選擇了離開學校所在城市 這當中有一半的人士在省內遷移 另一半則是跨省遷移 就城市而言 北京、上海兩地畢業生留在本地的比例 分別為51%和62% 其中北京在內地城市畢業生人數 流入量排名第一 而輸送畢業生人數量最多的則是廣州 其大學畢業生留在本市工作的為45% 高於內地的平均水平41% 地區寶財費 大學畢業生